60岁以上在中山退休的朋友 如何在中山做一张免费的巴士卡呢? 我想知道巴士去哪里 和什么时候到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 玩区生活之多,实在很容易 大家好,我是Olivia 今期我来教大家 60岁以上在中山退休的朋友 如何在中山做一张免费的巴士卡呢? 还有,如何在手机上查巴士的路线和时刻表呢? 上集跟大家介绍了 在中山一秒分辨巴士 和如何支付巴士的车费 未看上集的朋友,记得再看吧 回到中山退休的朋友 要如何申请老年人公交卡呢? 首先要符合以下的条件 一,已经年轮60岁 二,已经申请港澳居民居住证 三,居住证上的地址是要中山的 用深圳珠海的居住证是办理不了的 只要符合以上条件 你就有资格申请中山免费的老年人巴士卡 那你要准备什么资料呢? 首先是需要身份证、居住证、证反面的封印件 将资料交给巴士卡的办理地点 以下地点都可以办理的 中山通IC卡客服中心、公共交通车站、各个BRT公交站 交完资料便会收到一张回集 除了证件呼吁件 还需要一张一串的电子板的照片 这张照片以后会出现在你一张实体巴士卡 拍完照片 记得把电子板发给巴士卡办理的邮箱 记得在邮箱里写清楚你的名字和居住证号码 方便工作人员核对资料 交完资料、发完照片 到了取卡的时间 带齐证件和回集 去到你交资料的地方取卡 拿完巴士卡就可以立刻用了 提醒大家 巴士卡的有效期 是与居住证上面的有效期一致 如果是需要逐期的话 是要先需要逐了居住证 才可以更新巴士卡的 我想知道巴士去哪和什么时候到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 我找了几个实用的APP给大家 首先是之前介绍过的车来了 我们今次发现了有一个新的版本 就是车来了大字版 我们对比了一下 讯息更加清晰 字又更大 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下车来了大字版使用 在主页可以看到 你最近的公交车站和公交路线 以及还有多久入站 而你如果需要查特定的路线 可以按回路线规划 输入你的出发地点和目的地 它就会给你很多方案 分别还会附上即将到达的巴士时间 路程时间和需要步行的距离 你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就可以了 第二个APP是高德地图 因为在高德地图上 除了可以查到巴士讯息 连行路讯息和召车讯息都可以给你参考 好像如果我们是需要由人民医院去利和港场 高德地图可以提供所有的出行方案 巴士需要17-20分钟 那搭车就需要8分钟左右 费用就是6-7元 如果时间充足 上来个Citywalk 其实行路都只需要18分钟 分分钟比巴士更快 而且还会告诉你 你知这条路有67%都是阴梁的 还会写上这条路会消耗多少卡路里 第三个APP是百度地图 它的使用方式和高德地图是大同小异 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展开了 以上就是中山巴士的所有资讯了 感谢大家观看今集和上集的内容 如果你有其他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是更好的建议 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说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11月15号晚上8点 有讲有笑直播间 又来了 今次直播 我和Mango精选了三条中山旅游路线 填满你的周末 无论你想上来中山感受大自然美景 乡村田野 还是想探索中山历史文化 打卡著名景点 特色建筑 也或者想和小朋友一起 共度一个有限的亲子周末 我们都有路线推荐给你 更有中山住宿 沿途美食餐厅 中山旅游省钱小贴士 告诉你 11月15号晚上8点 我和Mango在容易直播间 一定你 玩居生活之多 看楼找容易 在这段时间 很多香港的朋友 回来内地看楼 有参加各种看楼团 也有自己回来内地楼盘去看楼 在这里Mango推出了一个定制化的看楼路线服务 希望可以帮到你 定制化是根据你想要看的楼盘 我们和你提前商量好 规划好去哪里看 而且过程中还可以安排你最喜欢的美食 一家人或者带来几个朋友来这边 就可以很针对性地去看一些楼盘 看周边附近的情况 而且我们的置业顾问 会为你介绍清楚周边的发展规划 现成的一个情况 和介绍这边有哪些人群会买 适不适合你 因为买楼来说 不同的价钱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 究竟哪一个才适合你呢 是不是纯投资 或者纯自住 或者是买公寓 还是买住宅 还是先租还是后买等等的这些情况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给你不同的建议 还有全程毫无压力 大家好像朋友那样 轻轻松松 在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里面 将你想要考察的楼盘 我们一起去看清楚 所以在这里诚意呼吁大家 参加我们的看楼团